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断地更迭 老百姓的生活普不堪言 就连一些当官的也会不知什么时候 就被新的叛军或者新的势力杀掉 可以说不管是谁生在了这个时期 真是人生的大不行 多数人只能是苟延残穿 无力顾及其他 但是有那么一个人 却在这个时期活出了争备 让人留下一段佳话 他就是南汉的黄孙 其实他的一生也是挺坎坷的 遭遇到许多的不行 但他终究保持了自我 不愧于天地苍生 我们还是从他的生平说起 他的祖上本是福建人 就是因为连年的战争 难以搏命 只能来到广东避冷 以求平安 他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 所以同小他便在私塾读书 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 比如拳 唐诗 武代诗画等 他年轻时十分好学 而且学诗元博 为了进一步提高他自己的学识修养 他又到了道教福地 进福山继续深造学习 使得他的学和精神境界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据南汉书所记录 他与当时的各地名士 均有交流 共同探讨时事 这些名士都认为他是最具才华的 有王左之才 将来肯定能出人头地 飞黄腾大 不久 行建了自己过人的本领 再后梁龙得二年 重了进士 然而不久朝代封典 他被后唐的朝廷任命被永州困练不实 他并没有因为官知不大而懊恼 而是在岗位上亲情恳慨 为民牟利 但是天不遂人愿 他在团联赴世的职务场 得了较急 不变工作 只得半夜居于城边 以诗酒为路 又过了不久 朝代再次更迭南汉的流眼称帝 而永州则属于南汉的管辖范围 他又成了南汉的官 由于天下大乱 南汉的流眼一心想巩固自己的势力 也千方百计地拉拢人才 一时求贤若渴 他又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能 为流眼提出了多条利于实事之策 帮助流眼稳住了政局 得到了流眼信任 不久 流眼把他招入南汉的朝廷 让他当上了一平官 相当于大相 这时他在任上 施展了他的报复 他认为百姓生存之机为粮食 民为以食为天 而农耕离不开水利 水利不行 农业不稳 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 和他自己的影响力 在南汉开始了水利工程的建设 每当没有钱时 就自己带着圈赠 保证了南汉农业的水利工程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应用 无数的百姓因此而获利 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但是流眼生性残暴 还好奢侈 当天下比较太平 自己的根基稳固后 就开始了横征爆脸 大兴土木 他几乎每一次与流眼见面 都要劝说一番 可惜效果很不理想 特别是流眼对待 为他修筑宫殿的匠人 十分的渴 只要达不到他的各种奇怪要求 就会有函手 坐脚甚至杀掉的危险 黄笋的心中十分自责 同时 他也因为劝劲太多 失去了流眼的信任 他见自己实在无能为力 也不想再与此残暴之人共事 就离关隐居 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根据勇壮小品的记录 因为他一生都信奉道学 最终离家远去 不知所终 家人为了怀念他 就在墙上挂了一幅他的肖像 然而 过了三十二年 他又突然回家 吃阴家中只有小孩 无法相认 就提示一手 再次离家归隐 黄笋除了观作的大 未摆静坐的事多外 他的诗词成就也是很高的 比如 他与别人共同定了三种诗歌用运 这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他本人也流传下来诗集一部 但因年代久远 加之战获不断 能够认定他做的诗歌不多 但是 手手都为精品 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他死后 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 就在他的出生地广东连南县 为他建造了墓 古代这种纪念性的坟墓并不罕见 例如中华文明的始祖轩云皇帝 在黄山得到飞升之后 人们在陕西黄陵县 河南陵堡经山 河北珠路 甘肃争明这四个地方 都修建了纪念性的黄帝陵 黄笋死后 在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四座陵墓 人们都说他与话成仙了 这也说明了人们对他真挚的怀念 而这个墓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代表 是县级保护文物 而他的后代 也相约每年去连南县扫墓 场面也是很壮观的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Sensha Lacey与您一起记录 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华民族的功能 好像公众号 中华民族的存在 中华民族的项目 中华民族的项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